第四中文中的神上帝主 这个泛称的区别是什么 这个我们刚才谈到了 就是旧约圣经里面 Elohim或者是Elyon 或者是亚维 在翻译成希伯来文圣经 翻译成希腊文的时候 这个用了这个Kyrios 主或者是这个神Pheos等等 然后翻译成主或者神 那希腊文圣经 我们这个合合本 原来是根据希腊文和英文对照翻译的 翻译的时候 也考虑了中国文化当中的一些词 当时用了就是 这个佛教习惯用的这个上帝 这个概念 用了这个词 所以现在我们用的 有上帝版有神版 其实都是一回事 用上帝用神都是一回事 就是只不过是词不同而已 如果追溯到根源的话 神我个人喜欢用上帝 因为从字面上面的王权 是吧 至高的统治者 比较直观 但是神呢 文化当中 感觉当中 他比较太模糊 因为一提到神 那中国人无数个神 宝家仙 黄仙 狐仙 蛇仙 什么神 天上的这个什么人 称仙 什么神就太多了 但是上帝呢 稍微更容易接近 这个圣经里面的意思 所以我个人喜欢用上帝 但是尽可能不避免用神 因为你信神吧 我们常常说信神 我信了 是吧 因为他心目当中 那个神和我们所说的神 不是一个内涵 对应的实体也不一样 所以尽量用上帝 当然我们用上帝 和上佛教徒 可能有一些人 也用上帝的人 他们可能就觉得 这个等等等等 所以相比这两个词 我更喜欢上帝 但是这两个词 在中文里面 翻译版本不一样 都一样 所以后来的版本 很多喜欢用上帝 因为也有这个原因 这个词直观的 给我们一种上头的 那个统治的王 地就是王 上面的那个王 更直观一点 神就相对模糊一点 空泛一点 主呢就是Kirios Adonai 上帝是主 所以刚才我们讲到 神的名字的时候 也是谈到了 强调神的不同属性 他的不同的名字 都反映出他与被造物之间的关系 强调他是造物主 他的权能 强调他的超越性 他的统治 强调他恩怨的信誓 亚未等等 主 他是我们的王 我们的主 我们顺服 侍奉的对象 我们应该顺服的对象 我们应该顺服的对象